明朝万历奇案 女子貌眉隐祸 无赖逼奸丧命 反无下场 报应不爽 大家好 这里是风牛爱世界 明代万历六年 1578年清明节 辉州府设限发生一桩命案 阁霸村的邓奎上坟祭祖回家 发现自家大门虚眼 他进来喊了妻子女士几声 也没有人答应 他们结婚仅两年多点 夫妻感情甚好 于是貌眉且闲 平日里很少外出 邓奎心中正子纳闷 却见正房之中衣柜香龙凌乱不堪 他顿觉有意 急忙四下寻找查看 却见妻子衣衫不整 倒在造房地下血泊之中 身上多处刀伤 早已弃绝而亡 他大惊失色 亮亮呛呛奔出家门 喊来宝掌宴看 呼声早惊动了 街坊四邻 保长李中看罢 传及林佑问话 邻居张八声称 先前见东村的张学礼 衣冠不整 匆匆从邓家跑出 显然是他强奸杀人 李中即刻带领邓奎和人证 张八道县衙承告 时任直线是近世出身的沈梦窦 沈直线听说出了奸杀命案 简单了解案情后 立即牵牌 令不利火速拘捕张学礼 谁知张学礼不拘自道 他并非自首 却也跪成诉状 控告邓奎赖账诬告 原因是他曾借给邓奎十两银子 作为经商本金 两人商定期限一年 今日已经到期 应该连本代息归还 谁知邓奎却以妻子之死诬告自己 欲侵吞欠银 请大人详查 还自己清白 对于这种护控案件 也分轻重缓急 应以命案为先 欠阴赖账与之相比只是小事 沈直线赵金武作 牙利 官媒 阴射监案等赴现场刊业 于是知诗仰卧在自家造访 伯耿处被砍一刀 左类被刺两刀 三处都是致命伤 身上衣衫不整 官媒解衣简是下身 不似有人强奸实报 只是身上手势皆已不见 经询问邓奎得知 于是头上原有银簪三根 耳上金耳环一副 万上有玉琢一对 正房之中被翻茧的一片狼藉 经邓奎眼看 背道衣物有时遇见 回到县衙 沈直线立即提训邓家临人及相关人证 众林都说毫不知情 唯有张八共称 自己当时在邓家后山砍柴 远远看到张学礼 骑马来到邓家门口 将马拴在树上以后 便进入邓家 大约停留了有一个时辰 方见其出门 慌慌张张骑马逃走 如果不是其奸杀于世 为何狼狈逃走呢 沈直线提训张学礼 据其共称 自己是登营书院的学生 且是名同生 知书达理 怎会做出如此丧尽天良的事情呢 自己那天确实去过邓家 这一点不会否认 但自己是找邓奎要账 因为世俗人 于是奉茶接待 让自己等候其夫回来 因等不到邓奎回来 喝完茶后 自己便告辞出来 骑马躺而皇之而去 何曾奸杀于世 何曾有过慌张之举 定是邓奎与张八串通作下伪证 借其妻被抢人所害之际 诬陷赖账 听罢两人供辞 沈直线沈思良久 将案情在脑海中演绎一遍 更觉二人疑点重重 其一 经检验尸体 基本可以排除奸杀的可能 那么杀人就是为了劫财 按邓奎供述的所丢物品 应有一大包袱 为何张八供述中 没有提到张学礼所协包裹逃走之事 其二 张八供词中称张学礼强奸杀人 那么于是必然喊叫呼救 他自己案发时 就在邓家屋后的山上 应该能听到呼救声 为什么张八仅是推测 而未提听到呼救之声呢 其三 张学礼称与邓奎很熟 然而 邓奎不在家中 他却在邓家和于是独处了足有一个时辰 为什么不必嫌疑 一个时辰的时间 难道只是静静喝茶等候吗 思来想去 沈直线认为二人都非常可疑 怀疑二人供辞都有所保留 邓家于是被杀的同时 物品也被抢走 好在邓奎报案及时 搜寻到赃物应该不是很难 于是沈直线将所有涉案之人 全部赞压牢中 派牙医去个家搜查 回头沈直线又单独提审张学礼 因为张学礼自己供认案发当日 曾和于是独处了一个时辰 这中间到底发生过什么 追问无果下 沈直线不由分说将其加棍加上 刑具上身 两旁稍稍用力 那张学礼一介书生 哪受过这般苦楚 高教求饶招出 据贡 原来张学礼是本县有名的富家公子 财貌双全 俊秀风流 多少富家的千金小姐 他都不放在眼中 偶从邓奎门守经过 于是低头出门泼水 脏水溅了张学礼一身 于是慌忙失礼致歉 张学礼转过头来 牛怒转惊 只一眼就被迷得魂不守舍 从此读书都没了兴致 都说情人眼中出西施 这句话一点不假 在张学礼眼中 那西湖畔晚杀的西子 也急不上于是分毫 从此 他千万百计接近邓奎 只为多看于是一眼 邓奎做生意舍了本 张学礼也凯然戒之 邓奎对张学礼的热情相交 受宠落惊 并不知其醉翁之意不再久 他经常逃学 骑着马在邓家左右闲逛 只为一睹于是芳容 却始终未能如愿 清明那日 他知邓奎上坟祭祖 不在家中 便来到弃家 假说讨债 于是常听邓奎说起 这个有钱又仗义的朋友 自是不敢怠慢 端茶倒水 让张学礼等候邓奎回来 他哪还有心思喝茶 魂魄俱备于是勾去 一门心思搭讪于是 言语之间 早把爱慕之意倾吐出来 不料于是听完怒急 将其斥责一顿 不由分说将张学礼赶了出来 他尴尬万分 幸幸而归 也就是说于是之死和他无关 他没有施暴 更没有杀人 沈志县看其言辞懇切 不似说谎 但若不是张学礼杀了于是 那凶手到底是谁呢 沈志县不由地怀疑起证人张巴兰 正在此时去个家负责搜查赃物的牙医回报 一在张巴家中阁楼之上搜出赃物 经邓奎辨认 却是他家物品无疑 既寻得赃物便可以确定 张巴就是凶手 沈志县命人立即将张巴压制公堂后审 大堂之上 张巴还想巧言抵赖 沈志县令人给其上了杂志 造力收紧皮绳 他咬牙硬挺 沈志县要其交代杀害女士的经过 张巴还不知已从其家中寻得赃物 依然言辞早早表示不服 责怪之县大人为何不刑讯被告 反将证人刑讯 沈志县哈哈大笑 令人将从他家起货的赃物摆在堂前 张巴见此 面如死灰 自知难以抵赖 虽归地将实情供出 原来张巴那天在后山砍柴 见张学里进了邓家 心想 于是貌美 二人一定早有私情 趁今日邓魁不在家中私通欢愉 自己本也对于是美貌心仰难呢 只是苦无良机 何不趁张学里出来 自己再进去 逼迫于是就范 既可亲近美人 又可榨些钱财 所以 等张学里出来 张巴潜入邓家 在造房将于是堵住 无赖于是与张学里有奸 若不顺从自己 便将其通奸丑事告诉邓魁 哪知 令他始料未及的事 于是性烈如火 不惧张巴威胁 竟破口大骂 张巴唯恐邻居听见 急步上前一手捂住于是的嘴 一手扯其衣衫想要霸王应上弓 不妨被于是挣脱 照其手上咬了一口 他恼羞成怒 抽出腰间所藏利人 挥刀斩向于是搏梗 见其倒地 唯恐不死 又照其左类连刺两刀 于是挣扎几下 就再也不动 他将于是身上 头上手势取下 又到正房之中搜寻财物 急切间并没寻得银两 便把一些衣物打包 逃回家中藏匿 之后等邓魁回家 发现妻子于是被杀 众林文训赶到 喊来保长艳看 保长又召及四林训问 张巴心中有鬼 唯恐查到自己 便指证张学里 以致张学里和邓魁互控 案情至此 以真相大白 沈志县一律将阴间未遂 杀死人命的凶手 张巴拟判了斩立绝 并消首示众 不多日 刑部便回批行刑 元凶巨恶伏法 实在是大快人心 张学里虽被诬告 但其作为夫子门生 调戏良家妇女 原戏不该 根据大名律中 凡不应为而为之者就是有罪 轻者吃四食 重者账八食 因在唐沈中 对其使用了刑讯 已让他受到苦楚 便不再量刑 将其审发回家 既不追究责任 也不安抚其所受刑则 以警民心 邓魁作为苦主 听信张巴伟正 诬告张学里强奸杀人 情窃可诱 不予追究 于是贞结裂父 沈志县认为当申报上司 要求予以经表 以正风化 最终礼不合准 多银三十两 张学里赞助三十两 共六十两银子 修建了一座石雕的贞结牌坊 后继 天理昭彰 报应不爽 这句话虽带有佛家的因果思想在内 但冥冥之中 此真有天意的成分在内 作恶多端者必自弊 善恶有报 原是天理 何谓天理 公道人心 及天理 本案中的恶棍张巴 为掩盖事实真相 出手诬告虽好色多情 但却无辜的张学里 若遇个糊涂之线 须打成招 张学里也只有冤神海底了 但他却遇到了明察秋毫的沈梦豆 落了个反乌下场 报应不爽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